接着看到走过一甲子历史的台中联情招待所即将蜕变成美村综合服务园区 那么市长卢秀燕率领了相关局处到现场来视察 园区规划包含有亲子馆、银法、就业商店以及儿童运动等空间 那么目前的工程进度是37% 预计有明年底可以完工 这个是参与历史有意义的建设 市长卢秀燕一早与相关局处到美村综合服务园区施工现场 视察工程进度预计在明年底完工 我当初在帮台中市争取旧开地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我要当市长 想到争取完以后变成我要来规划 我要来干 我要来营运 所以我必须要在我的任内把它弄完 所以我今天就想来了解他们现在进度如何 然后他本身的这个相关东西还有没有在卸调 我们这一栋建筑我们底下有挖三层 我们提供了98个 为了有效缓解周边停车问题 这栋建筑底下三层规划停车场 而地上四层提供市民社区服务 长照设施志工场域等 总工程经费约7.7亿元 还有妈妈们最关心的妇幼设施 当然不能少 因为我是六都国一的女市长 所以我就说这里面要有强大的妇女跟托育功能 全国独家到现在为止 就是儿童国民运动中心 大人有国民运动中心 那小孩怎么办呢 所以我上任以后 我们开始独家推全国唯一的儿童国民运动中心 为了连接民众对历史的记忆 特地保留招待所旧有的一楼建筑场面 及园区内新旧植树木共85株 以局部保留新旧共融设计手法 将历史带入全新空间 我们在设计的过程 特别秉持着新旧融合 所以我们看得到早期的建筑的 这样的一个强体与会 加上我们新盖的四楼 这样的一个建筑融合现代的需求 另外基地内的所有的树木 我们完全一株都没有去做一千 我们就地保留 那适度的调整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生态保护 还有我们地方的共融 还有我们新旧的融合 最好的一个典范 美春综合服务园区 目前工程进度已达到37% 但为了优化纳入停车管理系统等规划 完工时程从明年中延到年底 不光是并没有在家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